美食何其多 全台灣最出品的溫風夜市 也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我昨天不去這個地方 要介紹各位一個 品嘗版美食 是什麼樣的 跟著我們去看看 這間位於萬華車站 斜對面的店家 看上去寫著 螺絲粉三個大字 究竟是什麼樣的 料理呢 老闆娘妳好 妳好 我很好奇喔 螺絲粉 對 它的這個萊油是 為什麼叫 取名叫螺絲粉 它是我們廣西柳州的 當地一個很有名的小吃 所以老闆娘本身是 廣西柳州人 對 所以這是來自你家鄉的 一個食物 對 沒錯 原來是老闆娘的家鄉料理 由於來到台灣之後 實在非常懷念這個味道 所以就下定的決心 開了這間店 讓所有從廣西 離鄉背景來台的同鄉們 都能夠來到這裡 回味一下家鄉的美食 那個算是我們那邊 比較道地的一個美食 然後從小到大都是吃這個 可能三不五十 我們那擺麵這個味道的時候 就來吃 它的包子多做 我們現在可以吃一下 這個用螺絲熬湯 那裡面這個 這個是米粉嗎 對 米做的 可是這個米粉看起來 很像是麵條 對 它是米 它不是麵 所以它不是麵條 對 只是用米做成像麵條的形狀 米成年米做的 對 這個料很多耶 有這個豆皮 有這個大腸 像個小火鍋一樣 對耶 它這個很像像我們在吃麻辣燙的感覺 對 我們配個大腸口吃一下 嗯 這口感很乾淨 吃起來那個感覺 煲得煮不完就很夠 一碗麵 重量就是燙燙 哇 剛剛都很開胃耶 對啊 原因是因為你加了很多酸筍 酸菜 酸豆角 酸豆角 酸菜 因為一般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 比如說吃麵啊 因為我這個湯 幾大分都是因為大夫 就是用雞子去熬那個湯 可是妳真的很特別 妳是用這個螺 去熬做的湯 可是妳在處理這個螺 的過程當中 妳怎麼需要特別注意一些 哪些事情 要讓它吐沙 一定要吐三天 先讓它吐沙 對 大概住了多久是天 一天用 不行啦 不行啊 要三天 要吐三天的沙 對 那妳這樣熬的話 需要大概好多點吃 然後妳把那個味道熬出來 四幾個小時 所以妳算這個湯 就是一個比較 蠻費工的一個料理 非常費工 細心處理並用心熬製 這是老闆娘堅持的美味原則